大家好,我是托马斯,欢迎大家来到托马斯的RS游戏频道 今天我们看一个关于跟占卜链极的一个小游戏啊 这个小游戏名字叫这个古神的裂系 现在正好是整点这个时间 然后这个世界频道出现了这个黄字的这个新闻标题啊 他说这个新的古神的这个裂系啊 已经打开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那个链极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点击背包里面有一个这个叫记忆的这个像草一样的东西 我们直接传送过去 到达了地图是在这个地方啊 是在这个地方啊 是在古神的记忆大厅这个地方 这个我之前玩的时候 把这个套装都给他收齐了啊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把这个 这个现在叫这个应该是占卜者的套装吧 他有123412345个 那有五个他的头部还可以组装啊 总共应该是六片 现在我们点击这个水池的跳下去啊 这里有一个这个档案管理员吧 应该是啊 我们右键点击这个enter 进入他这个裂系里面去链极 他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许多机器人啊 然后中间有个大池子 也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列系 他的每个这个拐角有一个这个机器人啊 就是你点击一下你可以变成这个机器人的样子 就可以去这个把这个边上的小机器人给他切掉啊 就是阻止他这个把玩家这个瓶子往中间扔啊 他会把玩家这个瓶子给他打断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击这个机器人啊 把他点掉这些玩家他就啊 直接可以过去了啊 否则他会把你呃 这个玩家手里面拿着瓶子给他给他打碎 他不会让你扔到阻止你把这瓶子扔到中间啊 你把这个瓶子扔到中间和你这个切这个机器人 都会有一定的经验奖励啊 他这个边上有个小游戏的这个界面啊 一个是两倍 还有一个是呃制服所有啊 他当你切了切了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啊 他就会突然啊 这里就亮了 你就可以点啊 点两倍就是两倍积分啊 点这个制服所有就把这个场上所有这个机器人都给他制服啊 他的每次变形机器人有60秒的时间啊 一分钟 现在他马上又快变成这个原来的形状了 就不行了啊 现在不行了啊 你还有60秒的时间 他是冷却时间 你在这个期间 期间的话你可以拿一些这个瓶子往中间这个池子里面去扔啊 然后获得这个点数 他这个游戏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这个点数啊 这个点数他满点数是100点啊 现在我是在因为在这个叫占卜这一线啊 所以这个玩家比较多 就大家呃弄到100分也非常简单 就是找一个人少的线啊 然后就直接在你就你一个人或者就两个人啊 你们两个在这里切机器人啊 切机器人是比较快的一种方式 直接就可以那个到100分了 他每到100分他就给的经验是5万多经验啊 现在我们的我这里是14点他是给7462这个占卜经验 好了我现在这个机器人他已经冷却完成我们可以继续点击 继续点击然后去切机器人啊 因为现在这个这一线玩家比较多啊 大家都都在抢 如果去那个96线或者哪一个人少的线 这个机器人就没人跟你抢你自己一个人切一会就100点了啊 也非常的简单 一定要在那个呃 这个制服所有这个图标的时候亮了 一定要去点他 因为他就不用你再去跑一个一个去点这个机器人 全场都会被制服 然后给你一点这个点数 啊现在他是双倍了双倍吗就可以点双倍 然后21我点一下这个 他变成23了啊 他这个点这个机器人这个带火焰的这个机器人是应该是给三分啊 是会给三分呃应该是要85级以上才能点吧 其他的应该是给一到这个不带火焰的是给一到两分啊 给一到两分 好了我又回来了啊 他这里有这两个这个图标 他也会亮啊 当呃这边也是这个双倍 这边这个是呃免疫啊 免疫就是你拿瓶子的时候 呃机器人打不到你啊 就是打你你不会掉瓶子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我没试过免疫啊 免疫我没试过 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那个啊 你看现在这个机器人把我给打了啊 那就不行被他打掉了 嗯 这个小游戏他玩他也没有一些这个呃要求啊 一级都能进来啊 一级占卜都能进来玩啊 是一个非常快的获得这个占卜经验的一个小游戏 每天他这个是有两百点呃你是可以玩的 他说他就是两百点你可以去玩就是你玩一次最大是一百啊 你玩两次两百啊把这个点数充满以后你应该是不能再玩 但是你用小游戏重置牌子啊叫每日的那个小游戏重置牌子 你就可以再继续把它重置啊然后再玩两百点啊最大化的应该是一次一百点五万多经验啊 呃一天呃四次也就是二十万经验左右啊是大哥也是这样啊这样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冲刺这个技能 冲到这里啊不行这个有的时候也要绕啊看好这个机器人不被他打掉啊 这个小游戏它是持续十分钟的啊从零开始吃到呃零分开始整点持续到十分钟啊有的时候你玩的快的话 他这个整个小游戏啊五分钟六分钟就结束了 嗯 现在这一线七十九线人比较多啊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人多大家会把这个机器人全部给吃掉 然后那个剪瓶子的玩家就比较顺利他就不用再赌 那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对你个人来说比较好因为没人跟你抢这个机器人啊你自己就可以去点点机器人很快就到一百分了 我每次都是去那个人少的那一线呃今天是刚刚在在这一线我没换啊没换线呃 虽然说他这个小游戏是没有这个技能限制进来但是你看你这个瓶子这个叫远古记忆这个瓶子 他就显示需要九十二级的这个占卜才能够拿啊这个白色的这个大瓶子 应该是我记得要八十五级才能够拿得起来啊还有刚才那个呃双手带着火光的那个机器人应该也是八十五 才能够切得动才能够切得动它啊 否则那个不到八十五级那个那个机器人你也切不动它 然后最后再投一个瓶子哎呀不行了 时间到人被传送走了 然后这个是五十二级分多少经验两万七千七百一十六经验啊 这个经验他是呃没法被加成的就是你现在双倍经验周或者是应该你的那个奖励经验应该 对这个都不加成啊 除了啊我刚开始说的从这个池子里面进来啊 大家还可以做那个叫上帝的命运 呃众生的命运那个任务还可以从那个世界之门进去啊 还可以从那个法拉多传送石往东走 那那两样我没试过啊 我只是试过在这个池子里面进来通过这个档案与管理员进来 就是我现在他也除了给经验他还给一些这个buff 比如说现在是烈系的这个buff 百分之十的几率从这个地下那个可以 固定链级的点收集一些东西啊 你的搬运工啊就是你的这个叫精灵的优雅 这个项链里面有一个搬运工的那个装置啊 他有一定的几率 他是省序一个呃充能点数 然后把你这个物品运送到银行 好的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有喜欢的小伙伴给我点个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